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们再来讲这个连诗的话 就是连法僧大士 他讲出来的一个记 以智慧为父 以慈悲为母 以不生不死为地 以内外光明为心 以不执着为时 以降福为法座 那么今天呢 我们讲这个 以内外光明为心 在密教里面有一张摊卡 是这个连诗啊 化红 就他整个身体 从这个心轮的地方 弦转 红 橙 防 力 南 定 子 这个 这么多色的这个光啊 弦转 这个 右弦呢 弦转 化为一个红光 化出这个彩虹光一样 那么前身都化红 整个人都不见了 只是一个形啊 一个连法僧大士的形 其他都化为红光 很多的这个密教的大成就者 在他这个涂鼻的时候啊 这个佛化的时候 这个西空中啊 都有这个红 彩虹现出来 这个红啊 这个进入这个 无垠啊 这个晴空里面 也有直立的彩虹 直直的从这个 这个繁化的这个地方啊 垂直的这种彩虹 升上西空 这个发红 我们讲了这个红光大成就啊 这连法僧大士的本身呢 不死红光生 前面也讲到这个不生不死 只是另外的 他的这个神命啊 神世化为一道彩虹 升上西空之中 回到本来的地方 等待着再一个转世 再一个转世 不生不死 这个内外光明为心啊 我们谈到这个心啊 并不是我们的弱团心 这个心啊 是无形 佛教里面啊 常常提到这个心啊 讲这个心子 这个心 是无形的 那么要象征这个心啊 是很难去形容 密教里面谈到这个心啊 这个连师所讲的 连法僧大师讲 就是以光明来象征 以光明来象征 所以我们征佛密法 最高的成就啊 我以前曾经讲过 就是空性 净光 空性 净光是最高的成就 你证悟了空性 由空性里面产生 清净的光明 那么这个是象征什么呢 就是象征这个心 象征心 这个连师讲的嘛 以内外光明为心 就是净光 就是代表心 其实我们今天修行啊 要证明什么呢 就是证明啊 光明 光明就是一个 一个证明的一个象征 那内外光明 什么是内光明啊 什么是外光明 我以前已经解释了很多 我们密教的修行啊 分为外法 又分为内法 外法就是修本尊 你自己修出这个本尊出来 这个外 也就是宜昼的意思 也就是宜昼的 宜昼本来原有的光明啊 我们称为啊 这个是外面 属于外面的光明 外可以讲是外面的本尊 那么什么是内光明呢 内光明就是你自己的 自己的本尊 就是你自己本身所产生的 自身显现的光明 跟外在的宜昼的光明 这个叫做内外光明 真正能够结合的时候啊 叫做内外打破 所以禅宗有画 也有这样子的话 这个 内外打破 打破 打破内外 就是内外没有分啊 到时候内外已经结合成一 密教里面啊 就是讲 你的自身光明 跟外在的光明 结合在一起 叫做果净光 果 果净光 这个就是内外光明啊 这个就是内外光明啊 结合在一起 心本来就无形的 就是以静光 以清静的光明来象征 这个是莲花生大师讲的 再来他讲 以不执着为实 我们众生啊 见一切外相 都是执着的 你修行 能够看破一切执着的 变成不执着的 这就是最好的法实 法实 这里所谓的实啊 并不是真正的吃什么东西 而是法实 以法为实 这个法的最高境界啊 我们修行 法的最高境界 应该是不执着 不执着 所以我以前也讲过 假如我要讲我的 自己的心要的话 两个字 弃直 弃直 弃掉执着 你的修行的境界 就已经很超然 绝对是超然的境界 所以莲花生大师讲 不执着 为法实 修行就是要弃掉 很多的执着 像你一般有执着的话 杀伯世界的众生 有的执着啊 就是执着名 有的执着面子 那么 有的执着啊 是执着力 金钱 有的执着这个地位 官位 那么有的执着啊 家庭 一切以家庭为一种 执着这个家庭 有的执着在子女身上 把一切的希望啊 放在子女身上 有的执着在琴 那么有的执着啊 是在朋友 也有的什么都是一种执着嘛 甚至有的人执着物质 房子啊 汽车啊 钻石啊 执着在这些东西身上 这个都是执着的 那你一个修行人啊 去掉这些执着的时候啊 你就剩下一个光明的心了 你要显现你光明的心了 唯一就是把这些执着的东西 要给它抛掉 抛掉的话 就 光明的心就显现了 你不抛掉的话 你始终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佛性去显现出来 那莲华生大师 他这一个记里面所提到的 可以讲就是修行的前部 啊 单单他讲这个记就是修行的前部 欧妈的优异奔